Lisa姐、汪名傳統羅家英、日罕有作客節目《私家大戰》 還帶來三位粵劇後輩 高潤雄、謝曉瑩和郭進亨 一起組成全家高盈進隊出場 對戰劇集《寵愛屁屁》演員 林夏美、姜大衛、鄒家樂、徐榮和古佩玲 兩對成員雖然沒有玩這類遊戲的經驗 不過他們都說很樂意接受挑戰 被問到彩排員的感受時 阿姐就這樣說了 剛才約莫知道客人 我真的不太懂得玩 但他們四個是怎樣的 你說得怎樣?好玩嗎? 也挺好玩的 看著年輕人 我們有阿姐和家英的壓陣 應該沒問題 我們看著她的眼神就會懂得回答 有沒有做好準備功夫? 連按鍵就跟Lisa姐在訪問連按鍵 她說要按得快才行 你覺得誰反應最好呢? 其實你們當中應該 我只是按鍵快 我只是按鍵快 她是年輕人 我按鍵快 你按鍵快 你腦子慢也慢 你腦子慢 我先按鍵快 我先搶她回來 戒應郭里排除了麥羅緊鼓粗曲 準備和阿姐在九月的粵劇演出之外 接下來她還要為明星足球隊去貴州踢球 很久沒有去 你去過嗎? 我去過拍戲 她做了很多事情 在這地方 叫做天無三日情 地無三尺平 很冷 我不會了 我有事做 我要拍廣告 你最近有沒有很努力的練球 我練歌 練球 練球 不需要練 天生 不需要練 陳百祥一樣 他這麼厲害 我也這麼厲害 所以給他多我兩分 彩排時寵愛屁屁隊順利贏得比賽 令他們信心大增 練習也這麼厲害 正式當然會厲害很多 練習也這麼厲害 我們跟裝講 你看到的 美貌 智慧 在這裏 你們是否都有信心 我看你們都很有默契 其實我今天第一次來上這個節目 我最近又在開外景 再加上宣傳 堆在一起 我的腦子不太能轉 所以我剛才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完成了這個練習 很熟練 我記得你剛才搭最後的開口中的 其實都搭了很多 很高分的 很厲害 很厲害 你的皮膚很漂亮 對 這夜節目錄影的還有另外一組 就是我要奮鬥節目組成員 曾比特、六浩銘、鄭梓誠 陳偉璇和魏國陽對摘素人隊 高分Girls 雖然在彩排時我要奮鬥隊表現麻麻 不過Mike就說不擔心 但多數攝影師如果是這樣的話 現實就會相反 所以這個是六浩銘跟我說的 對 因為通常講師彩排那些 誰叫做冠軍出來的那個 通常都是沒有冠軍的 這麼多 對 所以他們以為出到來很開心 其實我說 死都不可以在攝影師的時候 宣佈做冠軍 通常都是換眾的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真事 前輩交路上 你們之前有什麼準備功夫嗎 有有有有 有特意看過 打開上網看 人家原來是要鬥快 要多激勁 沒錯 我也有 我帶了前輩過來 是啊 我帶了後輩過來 我準備了眼鏡和曾比特搭配 但我想有些秘密白 曾比特在不用工作的時候 會做什麼呢 他真的拿著結他來唱歌 然後羊仔全部都是大學生 曾比特哥哥我想聽你唱歌 然後就唱情歌給他聽 然後我就走了 不唱了不唱了 那天就走了 你害羞嗎 我們有些事